嘿,我是阿图,不想背单词而努力让老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最近在看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的参考用书 国际汉语教学案例与分析修订版 看的时候有很多案例让我非常有共鸣 有自己踩过的坑,也有其他老师求助过的困惑 基于我自己有限的经验,我准备就这本书的案例 做不定期的拓展内容分享 看到一些网评说这本书的思考题没有答案 让他们有一些苦恼 那我们就在评论区交流自己的理解吧 这期的拓展来自第一节课有备无患的案例一 心理发毛为哪班 这里有两个教学场景 分别是有事耽搁无法按照预设的时间到达教室 导致原本可以避免的情况 比如学生在教室门口等候 一堆教学教材当堂整理显得非常的局促 走错教室,缺乏教具,多媒体设备不能及时使用 以上这些情况在我过往的海外教学中时有发生 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是可以被忽视的 比如说学生在教室门口等候的时间太长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课堂管理 最后导致课程效果远不能达到预期 如何尽量避免这些事的发生呢? 我在过往的内容里有分享过 看置顶留言可以找到哈 接下来我带来谈谈以下这些情况 会有哪些处理方案? 学生在教室门口等老师上课 很多海外的学校是没有固定的教室的 有的学校各科老师有自己的教室 学生去找老师上课 有的学校呢 老师和学生都没有固定的教室 需要在固定的时间段按照课表去找相应的教室 在我过往的教学场景里 学生等老师上课是时有发生的事情 国内小学和中学每节课大概是45分钟 50分钟的时间课间10分钟休息 那澳大利亚的学校呢 平均每节课是60分钟 有的课程会有所调整哈 有的时候一两节课或者两三节课连着上 然后才是课间休息 如果老师两节课连上 或者说课间要去做一些duty工作 比如说去学校的playground 或者是学校的hall 去那边观察学生是不是有一些安全隐患啊 或者说有没有校具校规方面的一些边界在尝试探院啊 这个时候呢 学生就得在教室外面等老师来上课 出于各种远云的考虑 老师们上完课会关闭教学设备 再锁上门 下一个老师需要重新开锁进门 如果有需要需要再开设备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学生陆陆续续的进入教室 老师开电脑开投影设备 然后呢去试一下白板笔有没有水 这里的顺序和节奏都要把控好 不然的话一整节课都是这样乱哄哄的 有的地区会直接给志愿者老师教室的钥匙 直接开锁上课 那有的地区呢按照规定 会让志愿者老师以助教的身份 和另外一个代班老师一起进教室 并且尽量不与学生们单独接触 这个我也有做单独的视频 课堂管理呢几乎是 所有一线老师都要面对的大课题 我和小小老师正在做 对外汉语新手老师的培训营 也不断有老师在问 什么时候出课堂管理的课程 那这个主题呢已经在列表里很久了 感兴趣的老师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对外汉语女生部落 我们也欢迎男生哈 这个就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 那这个星期六呢也就是9月16号 我会在对外汉语新手老师培训营里上一节 关于混零多程度班级要怎么上课 大家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有学生在教室外等你上课的这种情况发生了 你会事先做哪些准备来缓解之后的课堂管理 所带来的压力呢 下一个呢就是缺乏教具 白板笔或者说粉笔是教学中最常用的工具 还有铅笔啊黑色和红色的水笔啊 卷笔刀橡皮白板磁铁U盘等等等等 我以前会放在一个很大的文具袋里面随身携带 具体呢又可以看之前的视频啦 如果真的没有常用的教具 我会比较建议让学生去隔壁教室 或者去学校专门领文具的地方领取 学生们往往比我们更清楚学校各部门的功能 以及他们到底在哪里 他们也更熟悉哪条路径是可以最快的往返的 那需要注意的是要提前跟学校的老师确认 学生们是不是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出教室 如果是出教室的话呢 是一个人去还是两个人去 还有就是是否需要代班老师 也就是你或者跟你一起上课的当地学校的老师啊 就是你们是否需要写同意书或者通信卡之类的 尤其是在班级管理方面比较有挑战的教学环境里面 还有就是学生平均点灵比较小的学校 这方面要格外的注意 那如果遇到多媒体设备不能用啊 那除了中学以外呢 我教过的大部分K到6的学校和教育机构 不能正常使用多媒体的教师 那可就多了去了 旁听过经验老师们的课以后 我也发现真正让我觉得绝妙的课堂 是不需要PPT来贯穿全场的 比起花时间做精美的课件 手工教剧啊 儿童玩具啊 教育戏剧啊 这些形式会更加贴近教学的初始决断 用身体和感官去感受 从而让学习者带着他们的好奇和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 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那如果真的需要使用多媒体的话呢 我也会提前做准备 比如说随身携带有蓝牙的移动音响啊 当然这个是只需要播放声音的时候会带它 或者呢 在平板电脑就是那个pad 用于看一些图片啊 视频啊 需要声音的话呢 可以再连接这个随身的音箱啊 这两个可以搭配的使用 如果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打印图片或者文字 分发到个人或者小组里面 如果这些还不行 那我们就下一节课再讨论呗 如果是高年级或者说是成年人的这些学生 那是不是可以以邮件的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比如说U盘啊或者其他形式哈 发给学生们 很多学校的学生呢 是有自己的电子设备的 分小组观看也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案例最后的两道思考题 你会怎么学哈 只要留言就会有回复 第一题就是你最担心遇到下面哪种情况 你觉得遇到下述这些情况 你应该要如何应对 A多媒体教学设备不能正常运转 上面我有提到我自己的处理方式哈 你会怎么选 然后B缺少必备的教学用具 C学生的汉语水平远远低于或者高于事先准备的教学内容 教室的环境不适合开展准备好的教学方案 班里来了很多不在名单上的学生 或者我可以再加一个哈 你就名单上的很多学生无缘无故消失了 然后F还有其他大家可以补充 你觉得刚刚说到了这些哪个对你来说是最可怕的 那第二题呢 你课前精心准备了PPT 可是第一节课呢设备出了故障 不能播放声音 声音在你的演示中呢又非常重要 这时候你会怎么做 以及为什么 放弃播放PPT 用别的教学方案 B继续使用PPT 声音部分由教师字数 如果是文字的话应该还可以 像我这个不怎么会唱歌的可能会有点灾难 C找人协助维修 直到声音能够播放 以及其他的一些处理方案 大家就在留言里交流一下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